想让糖霜饼干动起来 需要哪些步骤 大家好 我是明 想传人骨时代 人类会在石板上刻下英雄的光辉世纪 以歌颂他们的伟岸 历史长河奔涌至今 用以记录的方式早已成出不穷 今天 我们要用可以活动的糖霜饼干 来记录这位非萧将军的英姿 先来确定能动的部分 必须是处于不同图层里的 旗子 刀枪 翅膀刚好符合 带动他们的零部件都藏在饼干下面 在看不到的地方做着重要的工作 预判了饼干受力之后可能会碎掉 所以厚度都控制在5毫米左右 打硬图纸切割烘烤 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旗子以胳膊转为中心旋转 在这三个位置分别有一个支撑点 翅膀各有一个中心点 两边做支撑 然后我想让翅膀和旗子做一个联动 那就需要一个梯形零件 这样 旗子动的时候 翅膀就会跟着开合 当墙以手腕为中心旋转 发射时的后座力 会让它看起来像往上抬 随之炮火飞出 随给炮火追加卡尺 再利用齿轮 带动前后移动 老师等一下 这个怎么没了 啊 这是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说起了 就在我以为不会翻车的时候 冰箭卡不进去 有欲盼到受力 没欲盼到收缩 于是通向打磨零件 互相磨合 摇杆叶从这里 改到了这里 哇 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求个点赞观众吧 接着只要把糖栓一层一层画好粘上去 利用饼干电柱的高低叉 肥养涂层之间 飞落有致 画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又又一次感慨 老米家的画师 真是太溜了 这么惊喜的图案 你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只是不给恶罩留我了 画师说 我也没想到你整这出牙 是一只则 画个非消压压惊 先周压情叱咤风云的女将军 看例会的时候 我只感觉到帅 真帅 她的设定是初战级大截 被各位开拓者 调侃为大截头 我原以为只是超帅而已 随着游戏剧情一点点推进 角色PV的播出 哦 天哪 我会有人要杀 我们游戏有点压抢皮的 所有设定像一只只余剑 射到心上 如果冲不到它 我估计会祈祷全兽盾住 半夜爬起来拍大腿 为什么自己不再努力一点点 得车票 安装好刀墙 之后是炮火 其余的这些 也用饼干垫起来 这样 我们的半自动机器人 工智能摇耳摇摇 猪皮皮胖胖摔倒 我边飞翘将军 弹顺饼干就做好了 让我来试试手吧 点赞 关注 咪咪 一起把有趣的想法 变成甜甜的现实吧 拜你 最难过时光 就要一起开口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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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Keep On Every Day